我和大家讀一篇文章 作者就是潘麗瓊 她的题目是13岁的记者 她是这样写的 疫情未结 暴乱又起 前日 她的作品是2020年5月12日 前日即是2020年5月10日 前日 全港和理星示威之中最触目的星 就是面带baby fat 还有些肥油的 13岁记者 香港自以为是文明先进的大都会 但一次一次 眼睁睁地看着剝削小朋友 星期日的母亲节 一个13岁的男孩 自称是student death media 深学媒体的记者 自身在黑衣人之中 叫嚣 警察如临大的危险 示威现场 可怜13岁的男孩 紧握着记者证 当胡申父 深学媒体 名不见经传 他究竟是什么呢 任用一个13岁的儿童当 记者 是不是合法的呢 想问政府 有哪个部门 负责 监管媒体 如果有媒体 请13岁的记者去采访 还发记者证给他 那是哪个部门去管 想请问 记协 这个男孩的记者证 是不是有效的 如果没有效 记协会不会 发表声明澄清呢 如果独留儿童 在家里都算是违法 任由一个 13岁的儿童 随时会爆发示威冲突 以及五度发网的 示威现场 父母有没有 疏忽 照顾的责任呢 这个男孩的 母亲 事后还仰仰得意地说 由于未成年的儿子 去当记者 是面对 千年难得的大场面 打仗都是大场面 难道你想你的儿子 去当那些娃娃兵吗 保护儿童 是文明社会最起码的 道德责任 发例不准15岁做童工 不准独留儿童在家里 不准16岁之前 发生性行为 无论他们是不是 双方自愿 也不准有16岁儿童的 色情照片 不准18岁以下的 看三级片 因为 社会要保护儿童 儿童心智未成熟 容易受到 有害的心智的信息 容易做出 伤害自己的行为 好一场幕后 黑手操纵的荒谬闹剧 反映 教育 家庭 媒体 政府 在保障儿童上 千瘡百孔 在过去被捕的大约 8000人之中 超过四成 是学生 我们隐无可忍 这样 伤害儿童 良心 何在 好多谢 潘丽瓷这篇文童 寫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也不再 另外加评语 了 好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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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